随着本土疫情出现,澳门零售业、旅游业再度受到冲击, 现时总体失业率约2.9%,失业人数达1.11万人。 在收入有可能受影响的情况下,选择现在去置业,供楼的人自然会减少。 另外,现时有很多企业老板希望与员工共度时间,尽量避免裁员情况, 选择透过减持物业去套现来维持公司营运, 更其市场都可以见到过往价位罕有出售的物业。 在价格方面,大单位价格有明显跌幅,因为在SSD作用下, 新置物业不会选择在两年内套现。 再者,按目前市况来看,买家希望留有较多流动资金, 顾对首期成本较高的大单位兴致决决。 今年上半年澳门楼市走好,楼价逐步回升, 目前平均赤价约6,700元水平, 但在新一波疫情影响下,估计8月份价格会再度回落, 有机会回调至去年楼价低位,即约6,300元左右。 喜欢影片的朋友,记得like and share我们, 想知更多市场资讯,关注我们中原澳门及环球Facebook专业或视频好啦!